青年男子走进按摩店 半小时后却被抬着出来 看上去一切正常的他 为何会突然昏迷 短短四分钟 他在房间里经历了什么 我讲话问他怎么样 他眼泪流出来 手就停一度在 二十三岁的年轻生命 戛然而知 究竟谁该负责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按摩店里的死亡意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551家好周到 本节目由引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当然就是这一二十岁的时候 尤其是男孩子 更是身强力壮 说句夸张的话 那三头牛都能打得死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有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男孩 正是在他最强健的时候 没得什么命 也没和人发生冲突 却莫名其妙地住进了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性命危急了 怎么回事呢 出什么意外了吗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福建省厦门市 一家理疗按摩店的 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时间是2019年3月16日 凌晨2点37分 有三名男子 依次走上楼梯 大家注意背着双肩包 走在最后的那个男青年 他叫阿龙 他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人公 此刻的阿龙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步履正常 但是半个小时以后 意外的荧幕出现了 阿龙出事了 他被人用担架 抬着下楼了 从视频来看 他似乎已经没了知觉 有人把他的右手搭在担架上 但是手很快就无力的垂了下来 阿龙这是怎么了 刚刚还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一下子人就不行了一样 当时和他同去的两名男子 一个叫阿财 一个叫阿黄 是他的两个同事 当时面对事发 他们也是很慌张 阿财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当时他们一边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一边就通知了阿龙的父母 阿龙呢是在厦门打工的 做房产中介工作 父亲呢在福建龙岩 当半夜接到儿子病危的电话 他们是无比的震惊 事情太突然了 阿龙的父母全都惊呆了 儿子怎么会突然住院呢 而且还在ICU重症监护室 他们连夜就从龙岩赶到了厦门 这时候阿龙已经抢救了十几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 才终于结束抢救 虽然有心理准备 然而当阿龙的父母走进重症监护室 看到儿子的那个样子的时候 简直是倒戏一口凉气 差点就晕倒在地 前身的病人还少点 前面变色硬硬化掉 他预认着心跳只有百分之十五 大概就不是心跳左右一点点动 做父亲的还有什么心情 感觉自己都不过倒下去了 可是阿龙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后面结论就是心跳骤停了 那什么引起了这一步 引起了他人肉没错 阿龙的父母想不通 儿子怎么会突然心跳骤停呢 他才二十三岁 年纪轻轻的 平时也没什么病 那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他们首先询问的当然是那两个同事 阿财和阿黄 他们和阿龙一起进的按摩店 应该很清楚事发的过程 然而被问到这个嘛 那俩人却是一脸懵的样子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据阿财说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这个2019年3月15号那天 他们刚发了工资 大家很高兴 几个同事呢就约着一块吃宵夜 晚上12点多 他们找了一家烧烤店 吃了烧烤 喝了啤酒 一边吃一边聊 一直到半夜两点多才散场 他和阿黄还有阿龙三个人呢 家住在一个方向 就一起走 走着走着呢 在一个路口就看到了一个闪着光的标志 写着俗语两个字 我们以前从来没去过 那个字经过 然后他又看到 他说他能找到身体按摩 阿财说 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同事阿黄呢 其实不想做按摩 这么晚了 又喝了酒 只想回去睡觉 但是阿龙呢 很想做 只能陪着他去了 不过阿财说 当时他们俩人在楼上 看了看就下去了 让阿龙一个人留在楼上按摩 他们得下头等 期间呢 他还几次上过楼 但是没有发现阿龙有什么异常 中途我有上去 中途上去 一个是上一身间 然后再一个就是 想看到好了没用啊 阿财说 他最后一次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是凌晨三点左右 那个时候还是一切正常 但是十分钟之后 按摩店的这个店员 就惊慌失措地跑下来找他了 跑下来告诉我们 这爱的朋友 在上面好像有点不对劲 怎么样 那我们两个就很着急 就马上跑上去了 跑上去以后 我发现说 其实好像看我朋友的状况 有点不对 阿财说 他当时看到阿龙趴在房间的床上 头大了在一旁 喘着气 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 他喊了几声阿龙 但是对方已经不能应答了 他摸了一下阿龙的身体 有点发凉 那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 赶快怎么样帮他弄热来 那我们就一个是给他按人钟 一个是帮他按压 做这个行为不舒服的按压 在按压的过程中 发现他脸色气色更好一点 然后呼吸力更顺畅一些 与此同时 大家也赶紧拨打了120 把阿龙送进了医院 并且通知了阿龙的父母 阿财说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虽然当天晚上 他们的确跟阿龙在一块 但是事发的那个时候 他们并不在现场 阿龙具体怎么会昏迷 他们不清楚 阿龙的父母听了之后很惊讶 不会吧 只是按个膜 儿子怎么就突然昏迷了 还这么严重 他们觉得 这个跟那个按摩店 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 于是他们就报警了 请警方进行调查 然而接下来警方这个调查 却让人疑惑重重 怎么呢 接警之后 当天晚上警察就来到了事发的按摩店 并且见到了按摩店的负责人 就是这个魏女士 不过当天晚上她不在店里头 在店里上班的是一个姓郑的男店员 然而给阿龙服务的是个叫小胡的女技师 可是说起头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这俩人表示他们也很莫名其妙 尤其是那个女技师小胡 她更是一脸后怕的样子 在别录里呢 她是这么说的 当晚阿龙进房间之后 就选了一款198元的理疗按摩 洗了澡之后 刚准备开始做按摩 那个时候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我还没开始给她做背部按摩 就看到她的头部开始抽搐 抽搐个不停 我就问她帅哥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 我就赶紧跑到吧台找小郑 叫小郑去找她的两个朋友 而男店员小郑的笔录也是这么说的 小胡进包厢后 没一会儿我就听到小胡叫我 说客人好像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去看 我听客人喘气 我急吐 我就跑到店外去叫她的两个朋友 看到这儿呢 大家估计也很意外 按照这两个人的说法 阿龙还没开始做按摩 那就出问题了 这是真的吗 警察也怀疑 但是事发地那间按摩房里头 没有摄像头 他们没办法直接得知 当天晚上在这发生过什么 只能调取了走廊上这个摄像头的画面 视频显示 凌晨2点37分 阿龙三个人上楼了 上楼之后 店员小郑给几个人指了指房间的位置 同事阿黄当时在阿龙的身边 他也给阿龙指了一下按摩的805房间 之后就把房间门带上了 让阿龙在里头休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女技师小吴从另外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阿龙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里是凌晨2点49分 当时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 从画面里能够看到 男店员小郑还和阿龙说了些什么 小郑后来对警方回忆 他当时应该是问阿龙按摩前是否需要洗澡 阿龙说需要 随后他就帮阿龙把房门关上了 2点59分 阿龙洗完澡 技师小胡走进了805房间 并且关上了门 但是仅仅4分钟之后 3点03分 门突然开了 这时候阿龙可能已经出事了 店员小郑察觉到不对了 探头看了看 之后就抖了过去 和他们那个所叙述的是一样的 这个人进去了不到10分钟 然后这个人就情况有点不对劲 然后他们就赶紧通知了 他们这个下面的在场的两个同事 因为他禁区第一时间比较短 第二也有监控 然后第三他两个同事 但也没听到什么有这个打斗 或者这个争执的声音 我们通过监控也看着 按照很正常的这个按摩程序来走 随后警方又去了阿龙吃夜宵的那个摊子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夜宵摊的老板证实 那天晚上阿龙他们是很正常的吃烧烤喝啤酒 没发生什么争执 酒量也控制的很好 没有喝醉 所以一番调查之后 警方排除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可能性 认为这应该是一起突发的意外 可问题是当天晚上阿龙没喝很多 在按摩店也没干什么 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重度昏迷了呢 这个谜团似乎只有阿龙自己醒过来之后 才能说清楚真相 可是阿龙的情况呢 却很不理想 在重症江湖室里头 他始终处于昏迷之中 高阳住到三天就住不了 手脚平靡地跳 跳这个高阳脚都住不了 没办法住 这时候呢 父母也得知了让他们绝望的信息 医生的意思很清楚 阿龙就在醒过来了 也是个植物人了 残酷的现实让阿龙的父母 完全陷入了崩溃 儿子还这么年轻 好端端的怎么就成这副样子了 在医院呢 每一天他们都是以泪洗面 据他们回忆 后期呢 阿龙能够睁眼了 但仍处于睁眼性昏迷 状态十好十坏 我讲话问他这模样啊 他眼泪流出了 手脚平靡地动 他看见多少 听到一点点 只有这样干脚心痛 阿龙是有一些意识的 但是他没办法回应 他似乎有很多话 要跟父母说 但是又说不出来 只能流眼泪 更让人悲痛的是 2019年10月19号 经历了半年多的折磨 阿龙还是在父母亲人的 不舍之中离开了 死因是心源性休克 也就是心脏功能衰竭导致休克 阿龙就这么走了 留给父母的是无尽的悲痛和疑惑 他们始终想不通 儿子好端端的怎么会在按摩店 呼吸心跳奏停了呢 他在按摩店里头 遇到了什么事 尽管警方已经调查过 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但是做父母的 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们觉得既然事情 是在按摩店里发生的 肯定跟他们有脱不了的干系 另外 这个几个朋友也有责任 当天晚上他们到底 跟阿龙做了什么呀 喝了多少酒啊 有没有好好地照顾他呀 这都得打上问号 于是 他们随后就找了律师 提起了民事诉讼 他们认为 按摩店及阿龙的五个同事 侵害了阿龙的生命血 健康血和身体血 要求他们赔偿七十余万元 下门是司令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这个案子 然而就在立案之后 阿龙父母和律师呢 也终于看到了 按摩店里完整的视频立像 在视频当中 果然发现了重大问题 他们更加觉得 阿龙的死啊 没那么简单 在治愈系清新的呼吸 在如化香烟里舒展 在妄忧仙境里惊叹 红五月活力更新 畅游江西 五股营牙好周到 银路好周到 要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阿龙去世之后 他的父母在悲痛之余 内心的谜团也越来越大了 于是他们找了律师 提起了民事诉讼 将按摩店和阿龙的母同事 告到了法院 要求他们对阿龙的死负责 而在立案之后 律师呢 查看了按摩店的完整视频 仔细研究之后 果然发现了重大疑点 之前的视频 我们也看到了 阿龙是当晚 两点三十七分上楼的 上楼之后并没有 立即开始按摩 两点四十二分 他走出了房间 注意看他这个动作 只见他趴在门口的楼梯上 看上去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阿龙父母的这个律师觉得 这个画面很关键 他认为 这个时候阿龙啊 很可能已经感到不适了 但是占了整整五十秒 店员小正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扶到这边大概五十秒 看他就很疲劳 那个李济师跟男店员 就在旁边看着 律师表示 阿龙这明显是喝醉了的样子 状况也不对了 之前呢 女济师小胡在笔录里头 也说了一句 他看到阿龙的脸上很红 酒味很重 应该喝了很多酒 既然这样的话 他们就应当引起警觉 因为在这个中医养生 保健技术操作规范里头 明确显着 在酒后一般不予立即推拿 如果是醉酒状态的话 是禁止按摩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理系师的话 你明知道他喝了很多酒 酒味很重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应当为他提供这个按摩服务 可是对此呢 按摩店负责任魏女士却表示 律师说的操作规范只是一个中医药行业的规范性文件 并没有法律名而规定说酒后不能按摩 喝了酒之后再来按摩的多吗 也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啊 这个东西又没说喝了酒就不能按摩 而且魏女士表示之前技师小胡都说了阿龙出事的时候 按摩都还没开始呢 从小胡进房间到阿龙出事总共就四分钟 可是对此呢 阿龙父母却觉得没那么简单 他们认为虽然女技师小胡最后一次进房间到出事确实只有短短的四分钟 但是这四分钟里房间的门是关着的 房间里头发生了什么外人还以得知 他们猜测会不会是女技师小胡的某些动作不规范 引发了这个阿龙心跳周庭 要知道当时是凌晨三点钟 阿龙还喝了酒 还洗了热水澡 当按摩店心情冲动 心跳比较高 高到他最吸引这个有点关键 可是一听这话魏女士却表示这不可能 他们店就是理疗按摩 做的是正经生意 不会有什么不规范的动作 而在之前的询问笔录里头 小郑和小胡也都说了 店里没有不合法的活动 可问题是无缘无故的阿龙怎么偏偏那么巧 就在按摩店里出事了呢 这时候魏女士突然说了 她认为这事跟他们按摩店没关系 更多的是阿龙自身的原因 怎么呢 魏女士说其实当天晚上接到消息之后 他也吓了一跳 事后他也去过医院问了医生 好好的这小伙子怎么就这样呢 从医生口中 他得知了一件事 原来阿龙的身体本身就有些问题 我就说那个医生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喝了酒 喝了酒 我说喝了酒 那人这么多喝酒的 我说他很有也很好 他说那每个人他身体瘦子不一样 他甲力质偏高啊 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甲力质偏高 在医院的诊断书上 阿龙的确是被诊断为患有低甲血症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低甲血症是一种内分泌疾病 当人体内的这个血甲低于3.0毫米每升时 患者就会表现为乏力 低于2.5毫米的时候 就会出现呼吸吞咽困难 严重者可能窒息 而阿龙在入院检查的时候 血甲的数值是每升2.9毫米 显示偏低 所以在魏女士看来 阿龙在他们店里的出事 主要是因为自身患有低甲血症的这种疾病 才导致他心脏症停大 可是一听这话 阿龙的父亲非常意外 他从来不知道儿子有这种病呢 再说就算儿子有这种病 但是他平时身体移植都很好 连感冒都很少得 怎么偏偏就这样啊 这个低甲血症和代谢性重度 它是原发性疾病 它就是会导致他的呼吸和心脏走停 这种是一种特殊的体制 平常是跟常人一样的 一旦他发作起来 就像我们低血糖 他可能就会突然晕倒 他这个低甲血症也是这样的 被告方认为 或许连阿龙自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病 当天晚上他喝了酒 又那么晚 还洗了热水澡 或许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 才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跟他们按摩店是没有关系的 事情说到这儿 双方各执一词 那接下来法官会怎么判断呢 阿龙的死 己方被告人究竟有没有责任呢 对此法官觉得 这关键还得看证据 因为当初医生并没有具体确诊 引发阿龙呼吸心跳咒停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而阿龙死后也没有进程尸检 因为儿子已经遭了大半年的罪了 死后再去尸检 阿龙的父母接受不了 再加上他们觉得都过了那么久了 恐怕检也讲不出什么来 所以就直接谎话了 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法官认为 无法认定按摩店的行为 对阿龙的身体产生了损害 导致他出现昏迷 前后出事的这个时间段 总共只有四分钟 那当然在这四分钟里面 这个按摩房里面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是没有证据的 现在唯一的证据 也只有这个李济师 虽然他是孤证 就是也是只有他单一的说谎 但是你确实没有其他证据 来缓驳他这种说谎 同时呢 他们也仔细观看了监控 研究阿龙最后一次 出现在画面里的状态 从影像上面来看 这个死者当时的这个精神状态 应该讲是 有疲惫感没有错 但不会让人感觉说 他有酒醉的状态 或者是说 一下子就马上出现 这么严重疾病的状态的前兆 所以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于按摩店来说 也是很难预料 而事后呢 他们对阿龙也进行了救助 法官最终认定 对于阿龙的死 按摩店不需要承担责任 那他那几个同事呢 阿龙的父母在诉讼当中提出 他们明知阿龙喝了不少酒 没有劝阿龙放在回家 也没有通知阿龙的家人 对阿龙的死 他们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法官认为 如果阿龙当时的确是在醉酒的状态 那么他的几个同事 需要对他进行特殊的照顾 但是从这个视频画面里来看 走进按摩店的时候 阿龙不像醉酒的样子 出事的时候 大家也有对他进行施救 并且送医做了该做的 无法认定该进到 更进一步的注意义务 他们认为说 就不应该叫他儿子去喝酒 不应该让他儿子去按摩 但是这种他儿子已经成年了 喝酒的事情是大家喝意 喝意的东西 没办法归咎谁的责任 那么对于按摩 从现有证据来看 也是实责之意提出来的 所以2020年9月14号 四明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驳回了阿龙父母 全部诉讼警告 其他人的行为 对他这个损害结果之间 必须要有因果关系 既有过错责任的前提底下 那么才应该承担责任 那本案他这样的诉求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绩 那当然就是没办法判决 可是对于这个结果 阿龙父母很不满意 他们提出了上诉 但是2020年12月15号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阿龙的父母败诉了 可是对于几方被告呢 尤其是阿龙的几个同事来讲 虽然法院判他们无责 但是他们心里头 并没有感觉到轻松 尤其是阿财 当天晚上他就跟阿龙在一起 同伴的生命 就在自己眼前消失 每每想起 心里头就无比的难过 案件虽然结束了 但是或许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 心里头都会有一个疙瘩 毕竟阿龙才23岁 据说他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 生命却戛然而止 任谁都会叹息 这都是人生无常啊 生活当中有些意外 的确是让人难以预料 然而我们每个人 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以如何做好一些 及时的预防工作 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比如及时了解 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减少不良的生活习惯 饮酒熬夜等等 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 这都特别重要 就算是年轻人也得入义 身体是自个的 得好好爱护 这才能够有可能做到 防患于未然 免去无畏的意外发生 五股营牙好周到 一路好周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流量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